怎么样原因 在昨天晚上十点半钟 红秀柱就在他的脸书上面 有了这样的发点 而且说他要沉思 他要休息一下 因此他现在先暂停 他目前所有的选举活动 好多人看到这一个 以为他要退选了 真的大家都下了一大跳 有人说这真的叫做 惊吓指数破表 尤其对国民党高层来说 也是如此 他在脸书上面 到底怎么写呢 我决定暂停 每天陀罗班的行程 我要深刻地反省跟沉思 因此我将再起 好 接下来我们带你看看 到底什么原因 在今天有一个就扯到了 跟阅兵有关 因为今天刚好9月3号 连战就要坐在那个台子上 因此大家很担心 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恐怕会影响到 红秀柱的选情 红秀柱才在这里 以退为进 好 真是如此吗 我们带你看看 国民党高层 今天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根据了解 府院党事前 是完全不知道的 他们在昨天十点半 看到脸书上 有这样的抛文 急电红半 了解状况 带着墨镜闪媒体 她是红秀柱的妹妹 一大早打开家门 被摄影机吓到 但前一天深夜 红秀柱才真的 让大家惊吓指数破表 突然在脸书发文 我决定暂停 每天陀罗班的行程 进行深刻的反省 与沉思 外界解读 是为退选 留伏笔 他绝对会参选到底 所以他绝对会参选到底 他事实上在星期一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内情性的工作汇报 他就已经跟我们提起这件事情 连说两次选到底 红正英用力消毒 不过回顾住住节的一天 实在太诡异 早上出席一名节庆祝 和蔡英文短兵相接 王津平还拉着住住节 高喊动算 深夜十点半 却无预警宣布闭关 退选传言四起 扶院党几点红伴 凌晨零点红伴 紧急发新闻稿澄清 沉思三天 不是要换住 是为了逆转胜 我不知道昨天要贴脸书的事情 调整竞选的步伐 是在所常见的 党中央完全被蒙在鼓里 难道红秀柱是在测试党 是不是真心挺他 以退为禁向党要资源 这个是单纯的一个 沉淀之后 重新寝思之后 目前在这个氛围上 我觉得甚至于两三天不够 选举搞了这么久 看了这么久 没有一个候选人说 要休息天还要公告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 国民党内部出状况 红秀柱在盘算什么 没人猜得透 唯一确定的是 小辣椒想找回自己钱 先摆所有人一到 来因内部危机感再度飙高 下列新闻姚力抢 黄世景 SNG小组台北做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